深圳卫视之新闻提问 即将带来的本周日 也就是6月12日 是国际劳工组织确定的世界无同工日 那我们注意到联合国大会计划到2025年 结束所有形式的同工 但美国至今仍在大量的使用同工 向请问中方对此有关评论 儿童是未来的希望 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 使他们免于从事繁重劳动 使各国共识 但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美国却屡次因严重的同工问题 受到国际劳工组织的点名批评 与奴隶贸易 种族歧视一样 美国的同工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一百多年前 美国矿井烟草农场 纺织工厂就开始雇佣压榨同工 时至今日 这一问题仍未解决 据统计 每年从境外贩卖至美国 从制强迫劳动的十万人中 百分之五十为未成年儿童 据美国官方统计 2019年 美国执法人员发现 违反公平劳动标准法的同工案 达858宗 在危险职业场所工作的未成年人达 544名 就在去年10月 美国威斯康辛州 还通过了 允许14岁儿童延长工作时间的法案 在美国 农业领域同工的生存状况 最为堪忧 据非盈利机构 美国农场工人就业培训计划估计 美国约有50万同工 从事农业劳作 很多孩子从8岁开始工作 每周工作长达72小时 每天劳作10小时以上 也不先进 这些农场同工 长期暴露在农药等化学品的危险之中 因农药致癌的风险 是成年人的三倍 此外 他们还需要操作锋利的工具 和沉重的机械 由于缺乏必要培训和保护措施 他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据华盛顿邮报称 仅2003年到2016年年间 美国就有452名儿童 因工伤死亡 其中237名同工死于农业事故 占比超过一半 此外 美国多个州 存在烟草农场 大量雇佣儿童 从事收割 和晾晒烟叶等情况 很多儿童 出现尼古丁中毒现象 甚至被发现肺部受到感染 对他们的身心健康 造成 极大伤害 美国同工的悲惨遭遇 只是美国系统性 侵犯人权问题的冰山一角 美方应该正视 并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 侵犯同工权利问题 尽快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保证好本国儿童的合法权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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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